博佑基金会几何第二章三角形 2.5节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例题2.5-19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这是这一题的图形 一个三角形 那题目说在这个三角形ABC当中 角A大于角B大于角C 在这个三角形ABC里面 它三个内角 角A大于角B大于角C 那题目要问三边ABBCCA 它的大小关系 今天题目要问三个边ABBC跟CA 它的大小关系 题目问三边长它的关系 好 那今天题目给了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已知条件呢 我们看一下 题目说角A大于角B大于角C 所以角度的关系 是角A最大 角B第二 角C呢 最小 大中小 给了三个角度的关系 然后 要问三边长的大小关系 好 那我们想一下 我们学过的三角形角度跟边长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很好 大的角 它对应的边 就是大边 小的角呢 对应的边就是小边 大角对大边 小角对小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致条件给的最大的角 是角A 所以呢 它所对的VC边 就是 最大的边 那 角B呢 是第二大 所以角B对的AC边 对的AC边 就是第二长的边 那最小的角 角C呢 它所对应的边 AB边 当然 就是 最小的边了 所以我们现在 就利用三角形 大角对大边 小角对小边 知道了 三边长的关系 好 那现在呢 我们 就用文字 将刚刚的 想法 来把它写下来 好 那怎么写呢 我们写第一个 角A 大于角B 又大于角C 为什么呢 这个是 题目给我的 已知条件 好 那知道这个已知条件 要做什么 我 是不是 就可以利用 大角对大边 小角对小边 比较出 三个边的 长度大小了 对不对 好 来看一下 角A 角A对的是什么边 是VC边 所以我的VC边 那角B呢 角B在这儿 对的是AC边 角C呢 角C这里 对过来 叫什么 AB边 所以 角A大 大角就对大边 角C最小 就对最小的边 好 于是我们得到 三边长的大小关系 就是 BC大于AC 大于AB 好 那什么原因 我们还是写一下 就是三角形当中 我的大角 对大边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完成了这一题的解答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